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尼克队和胡人队在赛前 累计战绩都是38胜30败 双方都惦记助餐佳季后赛 但是却不想汤附加赛的浑水 胡人队当晚在延长赛阶段 以101比99险胜 这场比赛的焦点 不在于胡人队的詹姆斯LeBron James 本来要削架登场去黄牛 而是又提供机会 细看尼克队的总教练西伯度Tom Thibodeau 如何做到在一个球季之间 就使得连续七次无法晋级季后赛的球队 可能以东区排名第五的姿态晋级季后赛 全场的悬念 其实是西伯度是否再度成为年度最佳教练 尼克对于2019年12月6日和主教练费兹戴尔David Fisdall分手 随后由米勒Mike Miller赞代职务 2020年7月30日正式任命西伯度接任总教练 西伯度现年63岁 在美加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NBA担任教练 有29年的资历 其中有9年是出任球队的总教练 他曾经三次指导过年度总冠军争霸战 分别是在1999年协助尼克队对康伯伯维奇 Great poverty 总教练直服的圣安东尼奥马斯队 2008年协助波士顿尔迪克队和胡人队交锋 以及2010年再度协助波士顿塞尔迪克队和胡人队教授 西伯度因此拥有一支总冠军戒指 西伯度是麻州塞勒姆西勒州立大学校友 在1981至1985年间担任过母校篮球队助理教练和主教练 从1985年到1989年间应聘出任哈佛大学男子篮球队的助理教练 他由1989年到2010年间先后在明尼苏达辉郎队 马斯队 费城76人队 纽约尼克队 休士顿火箭队和波士顿塞尔迪克队出任过助理教练 他曾经于1996到2003年球季任职尼克队追随擅长防守战的范甘迪 Jeff Van Gundy总教练 在2010-11年球季 他率领芝加哥公牛队改进战绩 从一年前的41胜41败变为62胜20败 获胜率为0.756 因此当选大联盟年度最佳教练 西伯度在公牛队领军5个球季期间 连续5次晋级后赛 历赛战绩255胜139败 获胜率为0.64季 尼克队本球季战绩38胜31败 获胜率为0.551 由4月11日到24日 有8连胜的记录 他在这个球季把握成欢 服幼 敬老原则处事 首要之物就是起初在完全没有现场观众 以及随后局部 向球迷开放主场的前提下 全心全意以66岁球队东主多兰 James Lawrence Dolan的一线和好物为主 非常重视这位亿万富翁老板对于球场 球员 球赛的巨细反应 其次 是落实培育队伍中的年轻新秀 包括栽培20岁的加拿大级左偏 得分后为巴瑞特RJ Byrne 21岁的替补组织后 为奎克利 没有奎克利 拥有比利时出生 替补的组织后 为尼利基纳 Francantellatina 和大前锋脱平 Oberdai Richard Toppen Jr 信任先发组织后 为陪独Alfred Payton 并且重用现年30岁 有丰富作战经验 和约即将到期的小前锋布拉克 Reggie Bullock 和现年29岁的替补 得分后卫巴克斯 Alex Burks 现年32岁的组织后 为罗斯Dirk Rose 和35岁的大前锋吉布森 Tardian 虽然累积先发场数有限 他们都是西伯度 在公牛队时期的救部 是见过世面 撑得住场面第西家军 至于本季平均每场 在镇37.3分中 得到24分的 左手大前锋篮道 Julius Randall 则是西伯度 一手好牌中的王牌 尼克队本季立赛还剩三场 有可能最早于13日 在主场迎战 圣安东尼奥马斯队 确认晋级后赛 彭广扬 2021年5月12日